食尚跟食用 你是哪一派 食尚锅具 陪我优雅料理 食用锅具 省食有效率 端得上台面的 才食尚 端上桌 就是餐具 才食用 简约俐落 好食尚 一锅多用 好食用 有了斯威克 法郎不锈钢锅 不用二选一 来全联集印花 食尚食用 一次拥有 全联集印花 嗨大家好 我是邱远翔全联先生 嗨大家好我是阿布 阿布啊 冬午節快到了 天氣啊真的是越來越熱 哦对真的 然后热到大家可能就没什么食欲 闲在跑外景的时候 你知道热到后面 整个上脑了你知道吗 真的 但是我在出外景的时候 有一个訣竅 赶快去找水果来吃 酱昏的嘛 对 对不对 对 仅以这片大西瓜 像在大太阳底下 辛勤工作的冒勤王们 工作同仁 自敬 那我们今天就只吃西瓜就好了吗 当然不是啊 我来做一个 香煎土拓鱼 然后我要做 再做一个那个西瓜沙拉 那我来一个 墨西哥炸鱼饼加上酪梨沙沙 那我们就来做菜吧 嗯 香煎土拓鱼做西瓜沙拉 我先来处理这个土拓鱼排 现在已经把它这个水分大概都吸干了 可以说一些调味 就是胡椒粉 黑胡椒粒粒 对 黑胡椒 加上一点淫巴 抹一下 面粉撒一点点 把它抹均匀 我先把它放下去 我在观看它的同时呢 我还是要请阿富帮我 帮我切丁 大概切这么大 要把那个纸都去掉 蛤 哈哈哈 你帮我把它分成两半 有一半呢 我要用这个 阿富帮把它煎过 哦 要煎的 对对对 西瓜要用煎的 然后另外一半呢 就是新鲜的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关于西瓜呢 西瓜为什么叫西瓜 你知道吗 它是从西方来的 所以就叫西瓜 诶 是 诶 我讲真的啦 因为最早呢 它是在非洲那边被栽种的 然后后来就被传到了中东 然后欧洲呢 慢慢的就传到了西域 再从西域 传到了中土进来 所以它是西域来的瓜 对 所以叫西瓜 哦 还真的是哦 对 真的是 而且呢 它富含那种茄红素 还有那个β的胡萝卜素 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高 当然呢 就是说在夏天吃它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容易消暑 我们煎一下大概 6到8分钟左右 放下去干煎 西瓜这样干煎呢 你会发现它有点焦焦的 那吃起来那个口感呢 会比较不一样这样 我还没吃过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做这 这道料理 而且我第一次闻到那种西瓜被煎过的味道 好香耶 还蛮特别的 好甜哦 这两个没煎过试面的在那边 确保它每一面都有被煎到 而且我也顺便检查一下 你看你那个纸有没有去干净 好 没有 看得到的都有啦 我们平常去纸都是直接用咬的 对 其实小朋友会问我说 爸爸吃那个葡萄那个纸怎么办 我就说我通常都把它吃下去 然后妈妈就会在旁边拜演我 对啊 就叫他们偷出来 基本上已经熟了 但是我想要让它有那个恰恰那种焦焦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呢 小朋友说那爸爸我可以帮忙吗 你会让他帮忙吗 可以哦 就是把它做翻面的这个动作 我会啊 可以让他帮忙啊 对 因为这可以训练他们的小肌肉 对 还有拿筷子 还有而且可以让他感知到就是说 这个有火的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他要小心一点 你看有点小焦的 有有有有看到了 这这个味道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我闻了会一直被他这样 它很香 就被吸过去 对 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大男人 一直在闻这个被煎的吃花 知道有点接近某一种味道了 就是你有喝过这个的甘蔗汁 有 有点像中的感觉 好 那我就先把它装起来咯 新鲜的西瓜切丁 然后这个刚刚煎过的香菜 来 放一些洋葱丁 少一点点 这处合也太奇妙了吧 又甜 然后又清新 然后又有一点点那种呛辣的感觉 好 然后柠檬汁加一半 橄榄油 这种的汤匙两匙 好 来 西瓜沙拉 完成 我们来盛盘咯 我要那个呼应 阿布一直有讲的就是把它堆得越高 越像那种高级的法式料理 这就是爸爸的风格嘛 对不对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今天这一道 香煎 土拓 鱼 做 西瓜沙拉 你看土拓鱼肉质很Q弹 对 然后配上西瓜的沙拉 超级有创意 而且重点是 这边全联都买得到 没错 有没有 叠得越高 越有那种高级感 真的有完成 完成 墨西哥炸鱼饼加上酪梨沙沙 换我来做个墨西哥炸鱼饼还有酪梨沙沙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配饼驰 所以我们把它切长条状 以前出国出外景好怀念 到处都可以吃好好吃的东西 但是辛苦的也很多啦 对 可能有些是你没有想过 好吃的东西 怎么会吃这种东西 那种就是全年买不到的 香料 好 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鲦鱼的一些小知识 鲦鱼呢是全年都是盛产其乐 它没有土味也没有鱼腥味 重点是它的蛋白质是胜过于豆浆 运动或健身的话呢 使这个鱼补充这个蛋白质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鱼要先沾一点粉 然后再加这个面糊 也是用气泡水加面粉 调出来的 红松酥脆跟轻盈 好 下去了 好 先热火 然后加一点饼 好 因为看到这个饼 其实是有一点点变色的 首先来煮沙沙酱 番茄丁 酪梨 都很健康的 好的食材 到全年买就有了 墨西哥辣椒 对 一点点提味 红洋葱丁 抓一把 搅拌搅拌 这个工作就要教给小朋友了 优格加上磚末 加一点柠檬汁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要请我们的主厨帮帮我 我跟你讲今天我教你一个 就是让 就是要让起司黏在锅子上 好 才会香的 什么奇特的方式 对 这个就直接 你把起司直接放在锅子里面 这个丑了没有 我们就把它盖住 好 等一下让那个起司煎到 它是恰恰 鱼都炸好了 要翻面哦 像这样 酥酥脆脆香香的 他们都在捂了 你现在可以把这个 起司也放进来 因为它有热的对不对 然后你包的时候 这个起司就会融化掉 外面有酥脆的起司 里面又有很松软 坎西的起司 把它拿出来 好 OK 刚才调好的这个 优格酱涂上去 然后我们的酪梨沙沙 酪梨沙沙 生菜 对 再来就是我们的 炸鱼 这个料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放太多 我刚刚你在想什么问题 在鼓力鼓鼓要离开之前 鼓鼓帮帮 哇没有了 不能帮了 我已经帮过了 不能帮了 我们大气一点 对对对 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好看 也是可以啦 其实这样就很好了吧 也是可以 让你弄一动 我料放太多了啦 放一些酱在旁边 酪梨沙沙 OK 等一下我 忘记重点 要把它堆高一点 要堆高一点 哈哈哈 好 我的这个 墨西哥炸鱼饼跟酪梨沙沙 完成 完成 夏天嘛就是要有海鲜 然后配上沙拉 这样再热都能够开胃 吃得非常的开心 没错 那我今天这一道就是 香煎吐托鱼做西瓜沙拉 我的这一道呢是 墨西哥炸鱼饼做酪梨沙沙 夏天开胃就靠这两道了 想看全年更多的影片 欢迎订阅全年YouTube频道 TX Channel 并且开启小铃 就可以得到 第一首全年的消息哦